换片《基督在灵》 电影讲述到上帝对人类失望之后 便让天使下饭毁灭人类 而人类也开始反击和天使战斗 电影开始 在美国洛杉矶 男主从天而降 他的身后有一对巨大的翅膀 男主落地后 用刀砍掉了自己的翅膀 他逃脱了上帝的束缚 之后男主到戚手间 被自己的爆炸伤口 并且在一间机械脏骨 拿走了很多的枪和子弹 这时两个警察发现了男主 其中一个警察向男主开枪 男主轻而易举将反扣下来 用枪对转检察 另一名警察忽然开始晃躲 变成了一个满口恋爱的怪物 他直接扑向了同事 调死他 男主开枪 要电影警察打死了 前头一转 其余的几位住院 也开始陆续登盖 老板带着儿子汉森 进一家酒馆 汉森一直喜欢女服务员可莱尔 但是可莱尔已经怀孕了 孩子应该也不是汉森的 不管得出事 光头这天接待了 夫人家这家三口 他们的车坏了 于是也只能在酒馆里暗躁 还有一个男子小黑 也来到了酒馆 酒馆中人这天 在电视上看到一个转卖 上面写着 这不是测试 虽然不太理解这是什么意思 还发出了刺耳的声音 变化也断了线 这是一个老太太走进酒馆 他要了一份三分熟的带洗的认识 之后就诅咒可莱尔住的人的孩子 可莱尔非常生气 就死了 老太太又开始语言攻击夫人 夫人爸非常生气 就和老太太里面 没想到老太太直接扑上去 啃向了夫人爸脖子上的一块肉 众人都开始抵抗老太太 老太太甚至爬上了车发板 但是近时被打到了脖子也没有想 前几次看 小黑玉枪解决了老太太 众人想要从夫人爸去医院 但是车没开多远 前方就出现了一片乌鱼 走近才发现 竟然是密密忙忙的苍蝇 苍蝇通过车的缝隙钻进车里 无奈这下 众人正好缓入酒馆 男主也来到了酒馆 老板还打起枪 对着男主 男主跟每个人都分发了枪 解除了误会 众人把大门躲上 更大的灾难及到海系 晚上停电 众人正好来到房间 对于他们看见 有一辆车来了过来 里面的男人下车之后 开始变异 男主赶紧开枪 随着了变异男 但这时候更多的变异人 开着过来 众人合理开枪合射 但夫人爸还是被变异比拖了出去 当一切终于安静下来 老板终于忍不住 向男主发挥 究竟是怎么回事 男主表示 因为上帝对人类是对信心 于是让天使们控制人类 目的就是灭绝人类 男主也是天使 但他决定下凡帮助人类 可莱尔肚子里的孩子 就是变异人攻击的目标 所以现在一定要让可莱尔 安全生下这个孩子 早上 夫人妈醒来 看见丈夫绑在一个柱子上 他二话不说冲了出去 光头想要阻止他 他也出了门 刚走到跟前 夫人爸的身体就爆炸了 光头护住了夫人妈 自己感染毒液刺悟了 而夫人妈的精神就崩溃了 最后他们又遇到了变异人的袭击 男主及时出现 救了副家女 但小黑受伤了 而且酒关里也进了一个变异小男孩 小男孩直接拿着刀砍向可莱尔肚子 好在最后 汉森盖枪杀死了小男孩 可莱尔经过这里受惊 也即将面临生产 就把外面围住了大群变异人 但当可莱尔的孩子顺利出声 变异人听到孩子哭声吼 都痛苦地捂住耳朵 大天使加百利从这样讲 打伤老板后 男主和汉森带着可莱尔和孩子离开 因为变异人都害怕孩子 由于他们顺利坐上警车离开 但是男主这边明显不是加百利的对手 加百利最后杀死了男主 男主会飞烟灭 加百利和男主毕竟是兄弟 非常难过 之后加百利就去追警车 在打斗中 警车翻了过去 副家女不信死了 汉森保护可莱尔和孩子往前走 但是加百利追上了他们 就在加百利要杀死汉森的时候 长着翅膀的男主从天而降 男主重生了 他和加百利打了紧 男主快速打开了加百利 但没有杀死他 加百利非常灭 男主也离开了 电影最后汉森带着可莱尔和孩子 开车使向了远方 电影将天使和世界末日的元素 结合在了一起 并且天使不再是人们心中美好的存在 而是毁灭人类的事实 还是亮眼波动